媒体曝光崔永元想解4天拿走6000万的录音,说与范冰冰无关并致歉。 崔永元曾在微博发文爆料有一个哥们拍了4天的戏拿走6000万,很多人以为是范冰冰,其实崔永元微博也没有提到范冰冰的名字,而是说一哥们。 媒体曝光崔永元的录音进一步说明,说的并不是范冰冰,他同时借这个机会向徐芬、刘振宇女儿和范冰冰致歉。 的确崔永元之前发的微博并没有说是范冰冰,而是一哥们,凭什么4天拿走6000万,这估计并不是报酬,令人浮想连篇。 记者提问是不是指某男明星拿走6000万,崔永元没有肯定,说是一个团伙,而且说数据比这个大十倍,意思不只是6000万,估计是6亿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崔永元估计太过愤怒昏了头,殃及无辜,所以赶紧找机会向以上三位致歉,在之前接受新浪的采访,崔永元也提到本应该用美图秀秀涂了范冰冰,关于一千万演出《酬劳可约上》的名字,只是自己不会使用美图秀秀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崔永元的爆料是不仅仅是六千万的事比这还大,貌似团伙作案,而且这人也参与手机二拍摄 崔永元否认了范冰冰及其工作室参与此事,他认为是很多人,而不是一二个 崔永元认为自己没有揭发他,而是给他机会让他自己防省,否则一旦捅破离死也不远 强调还是自己把握机会 但从崔永元的话语里听出来,貌似已经有人在调查此事,回答媒体的问话是等查完后再告诉你,这究竟是真还是假,只能拭目以待 手机二目前的主创人员由冯小刚、刘振云、戈优、范冰冰、张国立、范伟和徐帆等,不知道说的会是谁? 可以肯定的戈优和范冰冰已经排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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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